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终导致大盘在收盘时期最终是下跌0.2% 收盘在6681点 那中国方面上海和深圳均有小幅的上涨 涨幅大约在0.25%至0.3%之间 欧美方面英法德平均涨幅大约也是在0.2%以内 美国方面道琼斯指数轻微上涨0.1% 但是科技指数纳斯达克则下跌0.1% 使得最终标普500大盘是原地不变 那股市以外地区石油价格从周一时期的61美元大幅下跌3美元 折合比例大约是5%左右 黄金价格目前稳定在1500美元以下 最新报价是1492美元 而比特币价格目前也是稳定在1万美元上下 大约300美元左右 最新报价是10200美元 那么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首先要来说一下的呢 就是这个美联储在今天澳洲时间凌晨4点的时候呢 正式宣布对于美元再次进行了降息 那么这么一来的话呢 也是美联储在过去两个月时间里 连续两次对美元进行降息 这个降息的速度以及频率 可以堪比如澳洲联储的这个连续对澳元的降息 但是我们知道呢 澳大利亚的经济和美国的经济相差是很大的 美国经济目前总体上来说 不论是就业还是经济发展的指标 包括我们知道的这个失业率和这个通胀数据呢 比澳洲都是要好非常之多 因此说 那为什么美国这么好的经济情况之下 依然是连续两个月来降息呢 那么根据美联储官方给出的原因来说的话 有两点原因 第一点 就他们说到呢 虽然目前美国的经济指标非常强劲 但是呢 这个通胀 也就是我们说的物价上涨的速度 没有达到官方的要求 我们这边多说一句啊 有关这个物价上涨呢 它如果涨得太快的话呢 容易引发社会动乱 造成大家呢 纷纷去抢购各种物资 但是它如果涨得很慢的话呢 也不是件好事 因为这样的话会大大呢 这个我们说的是 使得民众呢不愿意去买东西 因为我今天买可能是十块钱 明天买呢可能是九块五 后天说不定到九块钱 那我还不如等一等 所以说这个物价上涨呢 从官方和央行的角度来说 是希望保持一个稳定 但是呢又相对比较缓慢的增速 物价呢慢慢的涨 这样大家依然是保持一定的消费动力 同时工资呢也能稳定上升 所以说美国那边呢 由于给出的第一个原因 就是他们的物价上涨并没有达到官方的要求 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由于现在国际形势使得美联储呢不得不降息 那现在国际形势用一句话来归纳呢 就是其实整体来说 就是其他国家都在降息 都在放水 都在刺激 那么如果这个时候 如果美国不动手呢 它就会吃亏 其实我们从2019年 过去的九个月时间 我们不难发现 比如说欧元 比如说澳元 比如说人民币 像这些国家的货币和美元的汇率呢 在过去九个月的时间都一路在下跌 那么也就是间接的来说 美元的价值呢 在上升 这就会造成美国出口方面 吃了很大的亏 这也是美国总统特朗普 在过去一年多一直在强调的 就好比是其他的商场呢 都在打折 这个是打九折 那个八折 有的商场甚至打五折 那么如果美国这个商场不打折 那么客人来的呢 就少了 即使是现在呢 这个经济还是 美国的经济还是比较强劲的 但是别人在打折 就容易把生意给抢走 换句话说呢 就是在出口贸易上面呢 货币的贬值是有利于出口增加的 所以美国总统呢 这个特朗普就觉得一直自己很吃亏 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商人出身 他清楚的知道呢 其他国家包括欧洲央行啊 包括澳洲央行 包括中国央行啊 都在实施呢 降息降准或者是放水的措施 使得其国家的这个出口竞争力 大幅增加 他非常恼火 但是美联储呢 也是保持一个相对中立的状态 美国经济在很好的情况之下 他们认为在前期不需要降息 那么到现在呢 也并不是因为美国经济差 而是因为其他商场打折太厉害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美国不打折 那他们就吃大亏了 好了 说完这个话题之后 我们也来再另外说一下 大家都知道呢 我们在本周二也就是前天 正式上线了美国市值排名前80名的股票 那么至此来说的话呢 我们澳洲的投资者呢 包括在中国地区的投资者 可以足不出户 购买呢 在美国上市的那些大型的龙头板块 从我们传统上认识的像这些微软 苹果 谷歌 脸书 到呢 中概股 阿里巴巴 百度 京东 等等 甚至于像一些大型制造企业 如果我们特别偏向于波音 或者说是这个特斯拉 电动汽车 都可以在这个我们的平台上的账户上 一个账户上包含了所有的产品 而且呢 我们的成本 交易成本呢 也非常之低 对比呢 澳洲传统四大银行 收取的每股交易费 动辄就是六七十美元相比 我们的费用呢 是十五美元一次 或者说呢 如果股票买得多 那么就是每一股收两美分 这个是非常的良心价的 那其实我认为呢 每股和澳股相比的话呢 其实整体大盘来说 澳股的大盘的潜力更大 因为即便是现在2019年了 澳洲股市依然是没有回到呢 2017年时的高峰 那相比美国的话呢 是不断的在创历史新高 所以说相比之下的话 澳洲股市的上升潜能可能更大 但是由于澳洲的央行和美国联储 目前都在实施降息的刺激计划 所以我之前一直和大家强调的是 大环境是我们投资一个非常重要需要考虑的因素 大环境好了 我们赚钱呢 就是赚多和赚少而已 大环境差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投资 那就是亏多还是亏少的问题 所以目前的大环境 包括澳大利亚 包括美国都在连续的降息 而降息直接利好刺激的 第一就是股市 第二就是房地产 所以说目前投资者 只要澳洲和美国的降息的这个措施和态度 没有发生改变 没有停止 那么股市的强劲 强劲走势 在我看来还将继续保持 所以呢 这个不管大家投资的是澳洲的矿业银行 还是美国的高科技制造业 我相信在这段时间 尤其是两国央行 在不断刺激的帮助之下 股票价格都会让大家非常满意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如果您有兴趣参加我们在悉尼 和墨尔本的线下活动 尤其是我们墨尔本在周日 墨尔本北区第一次举办 对于北区华人的澳股投资 以及美股投资会 那么您可以通过视频下方的链接 来在线报名参加 好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您的收看